网络电影看点啥 死闻皮子 来解答 这我不是盘锦莲还没上映的 网络电影关于盘锦莲的片子 就早早的上线了 喜气洋洋 小锦莲 镇成指数 四颗星 今天呢 跟大家讲一个新版盘锦莲的故事 妖术这电影 可真是分分钟叫你做人 打着搞笑旗号狠狠讽刺了一把现实 冠上整斗政治潜贵则 还给你玩一套舆论炒作 这思想境界 这台词水平 讽刺一笔一 C看C牛逸 这个故事里 那锦莲可是扬眉吐气震结了一回 一连的人畜无害庆幸倒过门 背上的是 分底夜都用理想还没褶住蠻脸褶子 人送外号 判锦莲 为包案嫁给吴大郎 可惜呀 大郎尺寸感人 锦莲欲求不满 寂寞深鬼怨 但面对城里熟悉种植的喜门庆土豪 已然是一个仅持两个暴躁 敢碰我粉纹中怼死你BK的 你信吗 小样多殃气呢 让你爬在墙头等轰进出墙来 人锦莲那可是瘟疫女青年啊 她的一种人是个盖世英雄 会骑着白马 给她一个最慎情的吻 哦 硕士池 那是快武送骑着白马来了 哼 这锦莲一看 哎呀 这初心畏畏一动很荡漾啊 嘴上叫着二叔 却一门心思想睡她 好吃 不过嫂子慕大郎心酸哪 爱上一匹野马 头顶他妈的全是草原 无踪也不知道是踩了沙沟水运 小说了一睡个觉 一不留身 捡了个老虎 是啼啪的一下 别闪大虎 英雄 善贯常 狂收保护费 和喜门庆展开 斗志斗勇 小战争 你别看这电影老不正经 笑脸讲道理 花南虎假照片 事件影响 提高GDP就靠整睡 反坦除了 现下博弈 哎呀妈呀 天机不可掀漏啊 编剧导演 你们还活着吗 木乃伊 占领大董北 扯淡之术 三颗星 再是继 笔显大战镇子之后 一个看片名 都让人真净的故事 无碍机啊 那和大董北 那哪都不碍着 片片都凑到一块 故事的主角叫 夏祥 我这肖小一琢磨 夏祥 不就是辣石的意思吗 叫这名字够有才啊 和其他网络电影一样 这个夏祥是个屌死 上网吧都要蹭的那种 有天几个黑说会 组了夏祥的残酷 放了几口罐材 这个夏祥呢 不仅没钱还手剑 就打开了一口罐材 竟然出现了 一个裹了两圈 卫生纸 冒宠目 乃伊 美女 愁着这姑娘说话 还冒歪气的 穿着这样派系 肯定没扫 买洞啊 然后啊 胆子这一大的下乡以为啊 是黑社会管卖人口的啊 就把人这姑娘给带回家了 叫人家洗澡 叫人家说话 黑社会这边啊 找到下架了 准备把处现在洞北的 古爱基木乃伊卖出去 发现啊 少了一个人 就带着这下乡 打了一顿 这时候那贵女出来了 说啊 我是古爱基的公主 几个人凭着喝喝大脑 人就相信了她的话 和复活过来的死神 啊 奴彼死 展开了大决斗 就在死神储缠的特效服装 凭良心讲啊 你给我五块 我都比你做的好 几个人啊 不知从哪儿 发现了木乃伊的死穴是豆角 听说过 洗穴鬼怕大蒜的 没听说过木乃伊怕豆角的 你咋不怕小几顿蘑菇呢 最后啊 男主角靠着搞挤 描杀了死神和爱基公主 看了个烧烤摊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贴身 敲薄镖 七怕指数 四颗星 都说 牡丹 画下死 做鬼 也风流啊 三百六十孩孩孩孩 楚状元 结果 毛即使院校 又推出了女保镖 培训班 三个美女 显不论长相如何啊 淡淡就这三对大胸哭 就让我自财行贿呀 卧槽 我孤了您三位了 再说你们的身手 真是让我一个弱智女流 明白了什么叫做 画拳绣腿 软胳膊软腿 你以为特效假生生意 你就是武林高手了 我还说我会如来身掌呢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是女的 长得不丑 不管你做什么职业 都会有果干 这三位女保镖也一样 一个保护着自己的老板 另外两个去了富豪家里 做了美女保镖 然后盖他亲他亲 盖说爱说爱 没事儿 够赢个儿吧男人 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让你嘿嘿嘿 三个女保镖 一个被抢剪过 有心理创伤 每隔十分钟 就要回忆一下 那个戴面具的 净状男子 大姐 你这种心理素质 还是不要做保镖了 一个呢 爱上了自己的浇滚 还有一个呀 喝酒壮醉 睡着自己的客户 耳顶富二代 我拜托你们 既然你们是保镖 能不能来几段打戏 我说的可不是 八十岁年龄段的 国长舞表演 当然 除了这三位女保镖 还有各把个奇葩 比如 猥琢的保镖公司老板 时刻刻想睡女保镖 内心酷炫的 富家轰码 脑子需要治疗的 耳顶富二代 后码和一生上着床 废手是为了救他爸 所用的刺激疗法 哎呦好门 你就好好刺激刺激疑吧 我倒要被你们这脑灰路 给自己坏了 夺断关了 我要去看两句 无法铁女 拯救一下我自己 让我来躲命你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视频 就在微信 搜索斯文皮特 或者搜索我们的微信号 斯文皮特的评语 加一个E 关注我们 网络影视 看点啥 斯文皮特来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